第192章 梅姐 她 后脑勺一通 唐三被抽得一个猎切 老师 您怎么又打我 她疼得呲牙咧嘴地道 你是不是想找死 你知不知道她对组织有多重要 你怎么能贸然在她面前表明身份 哪怕是私儒都不知道她的身份 整个家里城 组织里面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唐三苦笑道 那种时候 您觉得我不表明身份 她就不杀我了 您先听我解释啊 当下 她将之前自己跟随四头八街 插翅虎过来的情况 讲述了一遍 在那种情况下 唐三就算是前世神王 也不可能在看到插翅虎额头印记之前 就判断出美公子会去而复返了 听了她的解释 张浩轩的脸色好看了不少 你是故意用两个身份 在她面前出现的 张浩轩突然问道 能够成为家里成就属组织的主事人 她自然是心思极为细腻的 唐三摇摇头 道 也不是 算是临时起义吧 而且我本来的样子她是见过的 修罗那个身份方便以后暗中行事 她不会告诉张浩轩 用两个身份 就是为了让修罗那个身份更好的暗中保护美公子 只有修罗那个身份才能够肆无忌惮地在美公子面前使用能力 不过现在这个真身已经暴露了风纲和蓝云黄两种血脉 这两种血脉以后在修罗身上就不能使用了 以后在她面前一定要小心谨慎 她对组织非常重要 以你的聪明 相信你也看出来她的重要性了 张浩轩说道 嗯嗯 唐三点点头 她当然看出来了 从美公子能够动用孔雀妖王的强大能力 真正的一级血脉觉醒 她这蓝级就熟的身份就绝对是值得拥有的 同样是一级血脉 看看独白有多费 没有唐三的到来 现在的独白还被困扰在三阶呢 而只有13岁的美公子却已经是七阶了 并且拥有九阶的战斗力 这样的存在 在整个就属组织之中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 希望你也能快速成长起来 在我心中 你对组织的作用甚至要比它更大 它能做的 只是在家里成 而你能做的 却有可能是让整个人类受益 老师您真有眼光 唐三心中暗道 表面却只是点点头 一副虚心受教的样子 走吧 也该是回去的时候了 张浩轩美好气地说道 唐三道 老师 九阶虎王是不是在您这 张浩轩瞥了他一眼 太聪明有的时候并不是好事 唐三嘿嘿一笑 道 我可是您弟子 这次计划也是我制定的 收获总要有我一部分吧 您是不是把插翅虎群给全监了 张浩轩摇摇头 道 毁灭一个种族有伤天和 我只是猎杀了其中的一部分 当黄金狮子狗远盾的时候 出现在插翅虎王面前的自然 正是张浩轩 面对重伤的插翅虎王 那自然是没什么说的 直接解决问题 而其他的七阶叉翅虎 自然也没有是他对手的 尤其是刚被黄金血脉震慑过之后 对付起来再简单不过 不是因为储物器装不下 唐三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他才不相信人类对于妖兽和妖怪族 会有什么有伤天和之类的情绪 这些种族对于人类可实在是恶意太多了 张浩轩抬了抬手 唐三一缩薄 向他咧嘴一笑 张浩轩道 太多了也不好处置 否则的话容易露出马脚 回去之后 我要去别的城走一圈 才能逐步变现 少不了你们的就是 插翅虎这次虽然没有被绝了根 但几乎损失了所有巴结以上的存在 短时间内想要复苏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了 下次历练都不能再选这边 张浩轩带着唐三和武兵纪几人会合之后 这才返回救赎学院而去 这次的收获 已经不能用大来形容了 最让唐三惊喜的 还是来自于九阶插翅虎的那一身气血 张浩轩虽然击杀了他 但趁着气血还暖热 让唐三吞噬吸收了一下 九阶虎王的血脉之力极为强力 推动着唐三的玄天宫已经到了六阶巅峰中的巅峰 如果他想现在就有突破七阶的可能 唯一的问题就是七阶的力量他现在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得住 唐三选择了强行压制将那庞大的血脉之力汇聚在自己体 没有急于突破 夯实基础有多么重要 身为曾经神王的他再明白不过 在见过了美公子的强悍实力之后 唐三痛定思痛 深刻地明白现在的自己 修为有多么不足 这次的收获也是相当不小 还让他在美公子面前表明了救赎身份 回去之后 就是要厚积勃发地好好修炼才行了 赶快把实力提升起来 才能真正地去保护美公子啊 毕竟他要做的可是大事 当他们回到救赎学院的时候 一切如常 对于这次的收获 张浩轩让他们严守秘密 毕竟对于其他学员来说 他们这次的收获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其中还有张浩轩所带来的收益 至于利益分配 那要等到镇长大人销赃结束之后再说 这次虽然从实力上来说 救赎小队提升得不明显 可这次获得的利益却更大 无论怎么分配 也肯定要比上次更多 有了钱 修炼起来事半功倍 自然是不在话下 而唐三的心 此时却已经是飘回了家里学院 家里学院 美姐 你救了我们所有人 我们哪还能跟你分配这些收获 都应该是您的 美女与野兽小队已经回来了 正在瓜分战利品 而小队的所有成员 看着美公子 却都没有要动手的意思 这些战利品包括一头八阶插翅虎 以及多头七阶插翅虎的尸体 自然是不包括美公子后来返回带走的那两头八阶 美公子摇摇头 八阶的我要了 剩余的你们分吧 一边说着 他走上前 将八阶插翅虎的尸体收了 转身而去 目送着他离开的背影 宋军后忍不住抬手捂住自己的脸 然后再松开 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 他这辈子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后悔 当他眼睁睁看到美公子额头上亮起孔雀金冠 孔雀灵刺出 秒杀四头八阶插翅虎的时候 真的是毁得肠子都轻了 金冠王储 这可是孔雀妖族这一代唯一的金冠王储啊 拥有妖皇潜能的金冠王储 一级血脉比黄金血脉绝对强大吗 其实并不一定 黄金血脉虽然是二级血脉 但黄金血脉的实力却是非常稳定的 只要是直系的黄金血脉 几乎都拥有非常强大的能力 黄金血脉的天赋也基本上都能觉醒 而对于一级血脉来说 在血脉觉醒之后 其实大多数也就是和二级血脉差不多的能力 真正能够觉醒一级血脉微能的 也只有其中极其优秀的佼佼者才行 当然 一些特殊的一级血脉除外 孔雀妖族就是一级血脉中非常有特点的一类 没能觉醒金冠的孔雀妖族 其实血脉也就相当于三级血脉的实力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 汪延和几名手下虽然是八阶 但也没有展现出特别强大能力的原因 玩 作者 唐家三少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点赞和分享哟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订阅 订阅 启小铃铛